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树 今天不讲吉普也不讲皮卡 嘿嘿 因为要讲一个新奇的东西 呃 我已经等了很久 一直也在等 呃 我一直希望可以全加拿大比较早 或者第一个可以做Pacifica的介绍 嗯 大家知道唐大树的背景了 克莱斯勒店 所以今天 嘿嘿嘿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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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呃 stow and go automatic forever 首先从外观上很多人说 对吧 从这个角度看 是一个非常 很牛叉的这个表情 现在车都会有自己的表情嘛 你看到那个小眼神 是一种很gressive 一般我们都会在这种小的stand 或者房车上面看到 但是呢 从正面唐大叔说的 或者从正侧面看 一眼看过去 很像一个SUV 很漂亮的SUV 但是呢 在转过来看的时候 侧面 就会觉得有点像小车的 这种流线的感觉 那当然你这样看 很像SUV 如果说完全侧面的时候 从长度的判断 当然唐大叔今天用的是广角镜头啊 可能会有一点点中间 比较大一点的这种 镜头的关系 大家可以讲 哦 侧面看我就知道 原来仔细看哦 是是是是个minivan 但是一眼看过去 是吧 完全不会觉得 像刻板 这种概念里面的 唐大叔身边就有 这是原来的Torrent Country 大家一看圆乎乎的 像一个小房车的这么一个 哦 minivan 但是你这个一看 是不是感觉像SUV 我看我的广角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 两个都看到 一点点吧 应该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 然后侧面呢 正好和和这个 原来Torrent Country比 它侧面平平的 没有什么太出格的东西 和我刚刚讲的一样 这个大家并没有尝试在这个级别做什么创新 但它呢 侧面是有这种流线型的设计 啊 再来呢 大家可以看旁边的 Torrent Country 轮子是非常 也蛮漂亮了 但是感觉还是蛮普通的 这一个呢 轮子要大一点 因为这个当然是limited 是标配18寸的轮胎 Torrent L和Torrent L Plus都是17寸的 当然可以选项18寸 然后呢 Limited的另外标配18寸 还可以改成20寸 那配的是23.5的轮圈和这个 啊 不是轮圈了 轮胎 是吧 然后这一台特别是因为它是深色的 黑色的 然后用了很多这种金属的accent 这种东西就会显得很高大上的感觉 那大家同时看到了这旁边这个小灯的这些东西 也就刚刚唐大叔说的这个盲点监控的一些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很酷的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转向灯是在侧面 据我所知 所有的车我知道 没有人用在侧面 包括大家可以对比这个Torrent Country 那侧面的话 而且这个灯 我当然现在是白天不好演示 但是呢 你可以想象 你在盲点的时候转 如果侧面有车 别人更容易看到 第二的话这个东西 光会亮的更大一点 大家就是说会更安全一点 同时 对吧 当然我刚刚提过一句 这个没有具体讲 这个车有超过100项的安全的这种 这种东西 那以前我知道最多是大千元就有70几项 然后小那些就有50项左右 这个有100多项 当然这个具体说也没必要 只是我刚刚说了第一条就是安全 安全之后才讲到舒适 舒适之后才讲到最后帅 但我现在先讲从外观上 真的大家可以看出是 如果刚刚几条都满足情况下 这么帅的minimash 是不是特别会想开一点 我在尝试啊 在这里让大家看 能不能看到 这是一个Black Pro 也就是黑色里面 会有这种像珍珠粉一样的 这种感觉 很漂亮的黑色 如果一般SUV或者什么 这样看有点像X6耶 大家都很喜欢这样的设计 当然这台车呢 我现在给大家看看钥匙在我身边 这是一个很多东西的钥匙 开锁关锁 后面的这个Tule Gate 后尾箱可以打开亮 两次按可以自动 Remote Start 按一次关掉 两边门可以自动打开 现在帮我把后面的门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内饰吗 刚刚唐大叔一开场的时候 看到那个Brosher上面 就是这个颜色 蛮漂亮的 黑色里面配这种 有点大家知道 这个大皮卡的Longhorn吧 就有点这种感觉 对不对 然后那这里是一个 看到没有 那里是一个吸尘器的东西 等一会大叔会跟大家讲 那既然来到这边呢 我先跟大家讲第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最出名的 唯一的一个Store & Go 在克莱斯勒的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哦 Store & Go呢 是克莱斯勒在Grand Caravan 和这个Tile & Country 先发明的 而且现在是唯一 有这个功能的 所以Store & Go就是 把这个椅子放好 就可以走了 那原来大家都记得 用起来 虽然比其他把整个椅子 要拆掉拿走 会方便得多 但是首先要把凳子推前 然后把这个盖子打开 竖起来 然后一只手扶着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弄过去 现在这是第二代的升级的 现在唯一有的 在这个车上 它的Store & Go 用起来跟以前一样 但是首先第一步 我们来到这边上 把前面椅子让它推前 还是跟原来的道理一样 那这样就方便 第二步 我们还是来到这里 但是呢 听到哭了一声就没有 还记得以前大家看过 我做那个视频就记得 我当时一个人一边拍一边 拿这个是非常困难弄 第二步整个位置出来 如果你不用呢 平时这里可以放东西 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那今天我们要用Store & Go的时候呢 打开以后 现在原来也卡不住的 现在会自己卡住 第三步 来到这里 其实还是一样 我们搬这个 它会下来 下来之后呢 现在有个Store & Go的 专门的小东西 这样子它自己就下去了 一个动作 一只手就可以做到 然后呢这个时候再把这个东西搬开 放过来 然后呢 听到Click的声音 一只手就可以做到了 我相信很多妈妈用到这个功能会非常的高兴 唐大叔也当然是 也是这个当爸的人 当然我知道这个东西有多有用 这样子呢 包括这一排都可以弄掉之后 你想中间这里就可以放东西了 如果平时用不到这么多座位 就可以这样子来用 说完Store & Go这个功能之后呢 下一个唐大叔就讲 有一种情况 当我们minivan坐了七个人之后 后排人要下来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以前情景吧 可能家里有五座SUV 或者七座SUV四门的就知道 挺麻烦的 对吧 有时候把它拖前 有时候怎么样 那我们原来没有这个新款Store & Go的时候呢 因为两个凳子中间有空间 你可以走过来 但是因为这台车也配了八个座位的选项 也就是中间三个人 后面三个人 那你怎么过来 这前面有Store & Go 凳子就没办法动了 所以很贴心的 新的Pacific想到了这个东西 大家呢可以看一看 一个动作 位置就出来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 这个位置 当然配合前面 刚刚那个把凳子推进之后 它是可以放婴儿椅的 婴儿椅呢 当然大家顺便就讲一讲 这里有这种 小钩子看到黑色的吧 而且在中排的座位 后面也有钩的 这个是 真的 我觉得对吧 我不知道设计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多 很成功的女性 这个 也参与了意见 或者说有些 有很多这种 因为也毕竟 这个 mini-van Caleser做了35年了 所以确实 这个很 我一看到 这个真的很好用 这个时候 你看 常常是一个人 对吧 非常轻松的就上来了 那你就可以留着这样子 一边放好东西 一边这样子 其实有时候 我觉得 对吧 做后盘蛮好的 然后中间就这么空着聊天 感觉很有空间感 那大家一眼也瞄到了 像这个地方 就是可以挂购物袋一些东西 然后也把一部分 可以放在地下面 一部分挂在这里 当然我坐在第三排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 天窗 就是 应该是我知道的 唯一一个叫 Try Try Pan Paneromic 这个Sun Roof 也就是三个天窗的 在后面也有天窗的 感觉蛮好的 等一会前面 我发动车之后 大家就可以讲 那顺便讲到这里呢 安全性上面 侧面都有安全气囊 那前排车呢 前面两个座位的 座位和这个副驾驶 一共有八个气囊 每个人有四个 那我就顺便讲一讲吧 首先大家都知道 这里有气囊 Airbag 侧面会有一个Airbag 也就是前面有两个 那在椅子侧面 还会有一个Airbag 看一下 看到了吗 在这个地方 又被小超看到了 然后膝盖下面也有一个 也就是前面有 有这个 每人有四个 当然我刚刚坐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空间 所以它前面不是侧面 这样子 因为而且碰撞的时候 其实所有这个车 它前面会挤在一起 把一定的这个力量化解掉 然后通过气囊保护前面人 力量传到中后排的时候 已经不大了 但是侧面人会这样晃 那把旁边保护好 所以这台车不用说了 安全性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它是第一个考虑的 所以都想到了 而且呢 这次大家可以顺便看到 这个 这个UConnect新款 是不太一样设计的 然后打开再跟大家细讲哦 现在唐大叔给大家看的这个地方呢 看到那个上面的洞没有 嘿嘿 对的 就是我刚刚提过有吸尘的 吸尘这里就可以打开了 然后呢 吸好之后呢 刚刚大家也看到 对吧 这里有这个管子 吸尘的放 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把这个倒掉 应该这个除了刚刚中间门推的 那个功能之外 我相信这个吸地毯 当然这不是第一个创新的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很喜欢这个功能 那刚刚一开场的时候 我示范过给大家第三排会自动下来 相信如果真正使用者会很appreciate 很感动这个功能 因为你一个妈妈对吧 前面一只手就可以搞定了 后面原来也是蛮重的弄来弄去 但现在呢可以一键 那我现在这一排就是控制这些的 正常的 刚刚我用了这个是关起来 这个呢可以单独控制每一个前后对吧 有时候我们只放一个 然后这个时候呢 如果只控制右边就用右边 只控制左边左边 现在放在中间两个同时弄 那现在我这里 刚刚故意我故意把东西丢在这里 那如果说我现在用Stone Go 可不可以 试试看 他会把东西夹住啊 如果小孩子不小心躲在那的时候 怎么办 哦不要 哦不要 发生什么事情了 哎 下去啊 所以他会停住 那这一个安全的设计 对吧 就好像这种电子门或者什么的话 是小朋友说玩来玩去的 另外一个小朋友去按 他也不用怕他会受伤 这个已经有Sensor在里面 所以非常贴心设计 就像我刚刚一直反复讲的 所有的这些设计里面 嗯 真的是大家常用的东西 除了方便也考虑了所有的 反正我是能想到的 他都想到 我没想到他也想到 另外的话 大家顺便看到这里有个插电的 前面刚刚两个座位后面有USB的 这个侧面呢 看到墙那个有 所以就每一排都有USB给插 我刚刚说都没提 消费多媒体这个内容 另外的话呢 大家坐在后排 对吧 我刚刚说中间那一排是不可以前后动椅子的 但是我这一排呢 我可以 是可以动的对吧 前后动 那也就是顺便利用了刚刚这个 自动Store & Go 所以后排座椅也可以电子控制 也是很方便 我知道呢 聊了这么久 大家 因为是个新产品嘛 大家都肯定也好奇 所以我会做的这个 讲的详细一点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是被一些诚意感动了 现在终于坐到驾驶位了 热死我了 那么可以把车子发动起来 那脚踩着刹车 要是始终放在身上就可以了 或者放在包包里进门啊 开车啊 一些都有控制 脚踩着刹车 按一下刚刚那个Start 和Cifika的字幕映入眼帘 然后这个蓝色 其实刚刚大叔提过一下 在讲Brosho的 讲那个 就是那个小本子的时候 你看这种蓝色是不是很有未来感 其实也是开始有这种 将来要Hybrid嘛 要有点混合的这种感觉 现在默认的 大家从空间看 零是控制速度的 但是呢 这一个7寸的这个Info Center里面 有超多的内容 有很多轮胎的压力控制 油耗情况 这些很多很多内容 当然我在这里控制上 我就不一一讲了 和其他车有些有些相似 毕竟Uconnect的系统 但是呢 这一块有点不一样 原来没有颜色区分 原来这个是上下放的 哎 我觉得这个比以前更好 听电话挂电话 Voice Recognition Find the nearest Land Chrysler dealership 哦 他听懂找东西 但听懂了吗 我中间说的 Find the nearest Chrysler dealership Please try a bit 对啊 所以英文不好呀 嘿嘿嘿 我也从来不指望这个东西 会听得懂我的这种憋脚英文 不管它 嗯 刚刚提了一下 我最先想看的这个新款的 Uconnect系统 哎 这个有点像我之前看TESLA 那个大小还是8.4寸 左边那个是7寸 8.4寸呢 好了好了 不说了不说了啊 嗯 常用的我们知道 我看一下速度跟以前怎么样 好像触碰 这个颜色好像比以前更锐了一点啊 领域 啊 Radio还是三个 A&FM Satel Video 新车代一年的 标配的这台车是13个奥牌的 这个音响 在下一级别里面呢 就是会选配的 所以呢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好 哦 这效果不错哎 但是如果大家 呃 我刚刚提了一下 看看brochure的时候 那说了这个 那这个位置是可以加一个10寸的荧幕的 那现在这个13 13个喇叭的这个奥牌system 如果有一个选项 就是这个 speaker 还有这个这个 反正荧幕的一个选项之后呢 它可以升级20个 这个 喇叭的 啊 跟我看看小超啊 20个喇叭的 Harma Cardone的这个音响 大家可能知道这是一个很出名的 那 在 第一等级里面就是标配是6个speaker的 这一个 那这一台呢 就是 13个 那个6 6个speaker可以升级13个speaker 这个就是标准的13个 呃 喇叭的 然后呢 啊 这个车里面有很多新的功能 其实我 我不一定能全都演示 但是我跟大家过一过吧 好吧 哎呀 完蛋了 又被大家看到我 我小超了 没关系 嗯 比较有意思的 啊 如果有人打电话进来呢 你可以设施不听这个电话的 但是听的时候你可以用voice text reply 就是 呃 可以发短信用用直接有18个 预设的 好像说 I'm on my way啊 OK啊 Yes啊 No啊 这些东西常用的 然后呢 啊 有一些新的东西呢 就是说 记得大家当时有一个这个克莱斯勒的 哇 这个换挡门吧 算是我 我不知道中文就这么叫了 就是说原来有一种 这个换挡的 有一年用的 按上一下 他就上一上一挡 可能到空挡 再上一下到后 再上一挡P停车 但P和到后是离得很近的 有时候不知道按了几下 没有停到P里面就下车 其实是自己 不能说消费者啊 但是呢 这样还是毕竟有隐患吧 还是觉得不够贴心 那现在 呃 车就载了这个叫做 Electronic Park Brake 就是说你没有放在park的时候 你开门就想下车 车它会自动帮你这个停的 呃 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 两个雷达全时的这么一个sensor 在监控这个车子的 呃 盲点的这么一个 一个情况 如果有车接近的时候 首先会闪 啊 然后呢 呃 发出声音 如果你还纠正不了 FORWARD COLLUSION WARNING 然后 WITH ACTIVE BREAK 哎这么讲就不专业了 刚刚我讲的很专业的 但这些新东西啊 也不要怪我 我刚刚说了 有一大批像类似这种安全性的东西 将来都会变标配 就像最早这个空调变成标配一样 所以这些新的东西大家也在尝试在使用 那我当然这个新的东西吧 也不要怪大叔看小超了 但前面还是知道的都比较知道 新的东西跟大家一起学习 那刚刚说的这个就是FORWARD COLLUSION 这不算是最新 但这一两年开始用了 那也就是说呢 刚刚说的前面有大石头 或者有车子快速接近 他判断你这个速度 如果再不刹车就危险了 那他首先呢会给你这个蛮有意思的 哦 当然这就是说会给你一些提示 像这个中间的七寸的这个地方会显示 让你让你踩刹车 还有一系列 应该就会很容易发现 这个蛮好的 那背后呢 后面有什么呢 后面有Rail Cross Path Detection 也就是说我我知道我没有说停车 对吧 你车是斜的 不是这么退 你这时候有盲点 你也看不到后面有车接近了 但如果有这个车正在往这边行驶 他发现以后呢 也会给你提示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就是他还而且会帮你刹车的 如果是发现你还没有反应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我转过来给大家看 在COOST Control这里面 有一些新的东西 COOST Control的话 大家知道 就是出去玩 现在这个Leal也变了 这两边的Leal蛮好玩的 都变得比以前更科学了 我觉得 用了以后对吧 我现在COOST Control on Ready 然后我就Set 然后我就可以 而且原来是有个Set 现在上下都可以 真的比以前更近 做得更更那个 Intuitive 更更接近 更人性化 都可以Set用 但是COOST Control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这个人聊天 往左往右看 对吧 往左往右看 人眼睛看到别的地方 车子开始偏离的时候 首先它会给你一个visual warning 就是会闪 会告诉你 旁边这个会闪 你离得近了 再来你还没反应 方便旁会抖一下这样子 如果你还没有反应 它就帮你减速 它就帮你纠正回来 走到两条线中间了 所以这一类的东西以后 都会变得很标准 说了这么多位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要知道一个道理 有人车会开一辈子 有人会每五年换 有人每三年换 现在这些东西呢 有了以后 有些人在观望 我不需要这个 我不要买 但是如果你发现 有一些在淘汰的技术 对吧 就好像以前的一些电子的东西 有一些新进来的 如果觉得是可以接受 可以去用去买 因为将来如果变成标准东西 就好像现在我们说 怎么还有CD player 我才不要这种车一样 或者说 怎么没有一个大荧幕的 怎么没有到货雷达什么的 到货影像 到货雷达这些东西 所以现在有了这些东西 就有了之后 再去将来 因为再去卖的时候 把Resile Value会更好一点 这里给大家一个小tips 好的 说了那么半天 又绕回到前面了 我们继续讲 这个8.4寸的新的Uconnect系统 radio音效很不错 13个这个 我觉得一般够用了 media蓝牙可以连电话听音乐 可以用线连听音乐 可以用USB连听音乐 然后呢 control里面 前面的两个椅子都是可以冷和热的 方向盘可以加热 这个东西还可以 可以这些东西 这是后排 最后第三排 然后APP里面所有东西 你看到了之后呢 看到没有 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 还是可以drop and drop 就好像 这个我试一下吧 哎 就好像Apple一样 对吧 把最常用的放在下面 APP里面有所有的APP 那这里面有个keysense 哎 这个要特别讲一下 那基本上什么意思呢 keysense的话 我就不设了 因为新车怕把别人弄的 它设四个密码 keysense当你给你家里小朋友 不叫小朋友了 16岁 高中生 他可以开车的时候 你是可以控制这台车的音响 音量的大小 然后你可以控制这个最高速 假如说你知道 有些限速80 你就可以 因为小朋友嘛 都喜欢耍酷会开快 keysense是这么一个功能 你可以设 这个是一个新的功能 挺有意思 我看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哦 嗯 基本其他是这样 那当然了 现在唐大叔 这个是Do Control 现在呢 Sink就是两边温度一样 但是呢 理论上是可以一个人用热风 一个人用冷风 对吧 然后用Sink呢 当然就前后风都一样 当然 这个车还有这个Do Control 或者叫Try Control 它前后三排的 这个空调都可以分别控制 嗯 这个是个两个Control的 就是有时候后面有小朋友啊 特别小鹰儿什么 我们不要它吹风啊 就可以把它关掉 啊 唐大叔开一点点空调了 哎 再来当然我们有这个Navigation System 啊 跟以前一样 但我觉得点的速度比以前快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 也就是这个车是 从美国那边运过来的 对吧 克莱斯文美国做的嘛 嗯 再来下面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停车 如果你自己家里车库的距离都很清楚 因为它自动会帮你减速啊或者停掉的一些东西 那你可以把它家里停车 停到最后几寸的时候 进入红色或黄色区域 可以把它关掉 这个防滑的 也就是防打滑 如果是在完美的天气里面 你是可以把它关掉 在高速啊出去玩的时候 像走5号公路去美国玩 可以关掉 你当然这个就是Square off就off了 扎一下就回来 back的话 像所有这种可以回去的 就可以按 当然最主要大家还是保留的就是这个空调的这些 大家还是习惯用空调的这些按起来会习惯一点 对吧 这是不同的模式 这是自动前后 前后玻璃对吧 储物 啊 是 这都一样 那所有车的控制呢 还有个low 这是前驱的 这个这是前驱的 然后四个独立的 我刚刚说的suspension这个避震系统 那park 手刹也在这 所以非常 我发现真的这一代的东西变得又简单以后又更人性化 真的不错 嗯 还有的话这个车呢是有记忆的椅子 刚刚我已经设到2 不知道大家听到声音没有 没有听到声音的话 我动一动啊 这是我刚刚调的 用的方法呢 就是等你调好第一个人的位置之后 按一下s 按一下1或者2 那两个人两个司机的时候就可以 你看这里写memory record 啊 现在终于来到上面这里了 外面这里主要就看这些天窗的东西 大叔也第一次用 我来研究研究这个 嗯 哦 这是天窗打开那个翘起来 那再来的话 一键啊 这道简单 就是按一下 one touch 它就开了 这是panorama标准大的这种 然后呢 一键touch 然后如果太晒呢 右边这里也是 前后一键 好了 讲了那么多呢 大家再看看这个内饰 内饰也是很漂亮 刚刚说了和那个宣传折叶上面的颜色也一样 是用这种 我说不上来这个颜色 但是就是按brown吧 这种咖啡色 但是这个色板选的颜色蛮漂亮 不像那个皮卡longhorn里面的那种颜色 两个黄色都不像 但是挺漂亮 而且这stitching是这样子的 挺高大上低调奢华的 配合这样很优雅 优雅美丽大方 下面有什么呢 可以插USB 刚刚听歌的两个东西就可以用 这里可以放东西 还是有点防滑的 这里还有一层 两层 下面呢 又放USB 这一个东西真的是突出的一个东西 现在USB嘛 到处都有充电 大家每个人都有手机 手机又不给力 那这里两个放杯子的也很好 原来的记得吧 大家放杯子会掉 这个东西是可以凹进去的 所以放杯子呢 可以放得很稳的 不会很很硬 晃的时候可以减震就不会晃出来 哦 这个小小东西 蛮好的 这个可以起来会下去 还是蛮漂亮的一台车啊 当然这个有auto dimming的 也就是说后面 如果有这个 晚上的时候后面有大灯照过来 你就原来是搬来搬去 现在都不用搬了 它就直接会有关掉 外面有镜子加热 里面内饰也是用了很多银色的 跟外面一样很多银色的小东西 很高大上很漂亮很舒适 看来今天的视频 你做的太长了一点啊 试驾视频可能要下一个再做了 当然跟现在开始呢 唐大叔已经在充50个subscriber 然后呢 等我就是订阅 所以大家没有订阅的一定要订阅 如果你真的实在太懒 至少按一下顶吧 如果你真的很不懒的话 你就给我留个言 跟大叔互动 问问题也好 跟我互动 我现在每个人的 我如果我没记错 因为每个人的我都有回的 都会自己回的 好吧 我都会看 然后呢 现在Channel已经快有一万个view了 很令人兴奋 所以你看我最近做的也比较多一点 然后要马上冲50了 等50如果冲到的话 我想想想点什么东西送给大家吧 好不好 然后等我想一想 然后呢 大家多加油 让我快点冲到50 然后刚刚说的 如果你喜欢你就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觉得两方面不好 你就这样子 但是要告诉我为什么 对吧 让我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不懒的话 这个就也帮我去留言 跟我互动 鼓励大家这样子 另外的话当然了 唐达叔是4S店的 这个车是卖的 我也打打软广告 如果喜欢 喜欢这个车 因为我觉得这台车的 对啊 我以前会讲这个 我现在也讲一讲吧 因为吉普木马人那些车 讲的只要是帅的东西 大家基本上都清楚了 我就没有过多的讲 它的定位适合谁 因为喜欢就喜欢 这台车 我刚开场白就铺垫了很多 也讲了很多 一个家庭里面 安全肯定要放到第一位的 因为小孩子放在里面 所以这台车的新的安全性 包括下一代 以后慢慢会变成这种 我们会在所有车看到的一些东西 已经都出现在这台车了 第二的话 舒适性的话 虽然我没开 但我看了很多都说很好开 音响我们是听过了 已经确认不错了 方便性上面 实用性上面 对吧 这也是舒适性一部分 因为你有这个吸尘器 干净了也是更舒服 刚刚一只手就可以 stall and go 那也很方便 后面一排直接电动的 也超方便 舒适性有四个 这个四个 四个胎吧 都是独立的避震 应该是很舒服 我找机会 下次一定要跟大家开一下 里面又很漂亮 然后Panorama的这个 这个这个大的天窗 拆光性也好 也很舒服 外观的话 看上去很像SUV 很多人妈妈 我知道他买的 可以买SUV 但是为了上下车方便呢 为了更多的坐人 那更方便 他还是最后没办法 只能选了这种minivan 但这个呢 真的外观 我刚刚大家也看过了 一下子真的很像一个SUV 而不像原来的minivan 像是这种小房车 和这种 这种妈妈车 商务车的这种感觉 而是这个更像一个SUV 和minivan的这么一个组合 挺漂亮的 挺好挺好 我觉得 今天因为是个新款车 对吧 大家都喜欢新的东西 肯定有人在关注这个 我相信会有一些 有用的价值 提供给大家 好了 今天讲得很开心 嗯 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满人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